嘻嘻嘻嘻 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盟文化的來玩這款江湖風雲路 來吧 怎麼沒有音樂呀 遊戲檔案不大 才幾十MB而已 雅門再招募不壞 然後我們可以選一些形象 都還好 都很普通 這是我輸入法錯誤的 欸 輸入不了 輸入不了 隨便選一個好了 504家 啊 音樂出來了 嗯 與牙門口的牙翼對話 點他是不是 我們是本牙的後補補款 這個遊戲我就隨便搜一下武俠 然後沒玩過就來玩玩看 體驗一下 最近比較少玩這種武俠遊戲 好 跟這個 錶補頭 這應該是念錶啊 小心一點點 這種武俠遊戲就是要學武功啊 然後探索有沒有 然後撞彈啊 這好像格子有沒有 有迷霧可以解開 看你是要學劍法刀法還是拳法 啊 中平劍法 中規中矩 平平無奇啊 好 想完的話 要把那個下個連結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有興趣的話 武俠遊戲嘛 這個題材的話 一定是中國手遊啊 食子們 我們要去見憲太爺 你看他是一格一格 有點像以前玩那個煙雨江湖 也是一直一格一格的 憲太爺出來了 好 我們要去西邊的山洞打山賊 這個 找這個像女生的吧 書念學 劍法 好 書念學 好 這邊有任務要我們去 縣城西邊 兼體制 好 這邊有人物 參戰一下 可以縮放喔 好啦 縮放 這樣吧 縮不了 喔 可以可以可以 哇 這樣子 好 這邊有提示你要怎麼走 欸 這邊有東西耶 這個砸是什麼啊 砸 喔 雜貨店的這個掌櫃 喔 還有鐵匠鋪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人 先不管 這是門位嘛 然後這是現代 現代的就在這裡耶 跟門位沒兩樣 走路的方式是用點的 好 這邊有山洞看到了 這邊有木材耶 砍樹 砍樹 收集一下 喔 要採集資源 有點慢啦 下次 資源生成時間 要一個小時耶 我們待會兒就拿吧 這可能是 搞不好待會兒會有任務 好酷喔 無其媽耶 教訓一番 哇 這個戰鬥系統也是蠻陽春的 頗為陽春的 這大頭像互撞是不是啊 太平拳 中平劍法 欸 我們的蘇聯學在幹嘛 唉唷 直接被我們幹掉了喔 這邊有一些 剪掉他們的武器耶 武 裝備一下 欸這也有東西耶 山賊&流氓 HP好像好恢復耶 蘇聯學 蘇聯學 好爛 好 有寶箱 呃 然後咧 我要點它然後打開是不是 打開 獲得鑰匙 好 過不去 這邊應該需要鑰匙吧 這裡有簽到耶 我們獲得了這個明星花露碗 明星花露水 大家請問大家有用過嗎 有用過 以前當兵的時候掃廁所都用那個 很臭 三賊頭目 武俠遊戲每次一開始都要打三賊耶 那麼多三賊 哇哩 三百五 喔 還有標普頭在這 標普頭在這 嚇到 我想說那個 標普頭 沒有幫我們的話 我們哪有辦法打得過啊 欸 快點殺一些小兵啊 他會翻跟斗耶 我被幹掉了 為什麼我被幹掉了 我秘密比那個蘇念雪還強啊 開山掌 欸 你怎麼不打他啊 看著一個頭翻跟斗 你們覺得怎樣 頭然後轉一圈 蠻好笑的 哎呀 還沒享受過 就抽去一番死掉 確實啦 呃 曾經看過一則那個 新聞 就是有一些 護理人員就是 安養院的那些護理人員 然後他說他有做一些訪問吧 訪問過那些快死的一些 應該說老人不是年紀大就會快過世了嗎 然後問他們說 這輩子有什麼遺憾啊什麼的 遺憾就是 很多事情沒有 怎麼樣 我該怎麼說 就是沒有下定決心去去做 太遷就別人的想法 或是他錢沒有花完 存了一堆錢都沒有花完 確實啊我們 怎麼說我們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過世嗎 有時候就是會發生意外啊 你存了再多錢 你沒有花掉也是很可惜 所以有時候人家還會說 即時享樂啊 去體驗一下你沒體驗過的事情啊 比如說高空彈跳這件事情 我沒有體驗過我覺得蠻恐怖的 我現在連做雲霄飛車都覺得有點恐怖 好那我們這邊 有主線任務嘛 他要我們去那個 什麼 應所救女子之約去牛家村 這是支線 然後在我們的縣城維持治安 解決藍色這個驚嘆號有三個 標捕頭 點他就會跟他說話 叫我巡弱 臭小子叫我巡弱 這裡又混混是不是 地痞王虎 讚 我們升級了嘛 80跟100 就他的攻速比較快 但是他秒不了敵人啊 那不是就沒屁用 還是要花兩下去打 都快死了 無疾了無疾了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裝備啊 剛剛戰鬥完有沒有裝備啊 人物 有喔有裝備有裝備 就我們剛打完三者應該 理論上應該給我們裝備 但是我沒認真看啦 蘇年雪沒裝備 蘇年雪太弱了就是他沒裝備嘛 好這邊有任務 像這種遊戲就是單機遊戲啊 你要記得存檔 然後其實玩起來也蠻好玩的 說實在的 小遊戲 你就在手機上滑一滑點一點 體驗這個武俠單機遊戲 這邊可以修煉是不是 我們這個可不可以修煉 也可以修煉 然後月曆是共用的是不是 250了耶 oh my god 快不夠快不夠 然後這個擴充單田是 基礎速度提升喔 要100元寶耶 我哪有啊 我只有10元寶而已好不好 內功目前的話無內功 進人目前無內容 武俠遊戲就是要學一堆功法嘛 武功啊什麼的 我繼續來修煉他好了 因為我覺得他 都秒不咬人 蘇家劍法 三十六路劍招變幻莫測 十人無法三度 中平劍法 入門劍法 中庸平法 就說吧 平平無奇啊 所以叫中平劍法 聚寶格應該是要花錢啊 就是你還是得可以客氣 但是這是那個人民幣 阿財你怎麼了 哇我哪知道你的錢袋子跑去哪裡啊 喔 啊你都說水井的你不會自己去找喔 呵呵 搜索一下 他不會有一個小副本吧 要我們進去 啊我以為要進去哪裡耶 賴哈馬 再搜索一下 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阿財的錢財啊 他還給我錢耶 莫名其妙 好 還有金湯齁 還有金湯齁 這個應該是要出城是不是啊 老人 老人生病了 我怎麼不能點啊 好離開 抱歉 可以過去啦可以過去 他們只是站在那個門口擋你一下而已 我靠你怎麼這樣啊 他有任務不讓你過去耶 他有任務不讓你過去耶 青銅鑰匙 然後那個雜貨布可以買青燥城來開寶箱 我就巡弱一下看有沒有 金湯好 看來是沒有了 我再找一下別的地方 喔在這裡啊 在這裡啊 對話一下 他感冒了喔 水田跑藥草這裡啊 其實這個任務就是要你去 把這個地圖解開啦 迷路解開啦 那你先摸索一下我們這個縣城 然後我們這個字線下去牛家村下一張地圖 他說要帶這個藥草 他有機率啊 有時候會失敗 雜草跟那個藥草 五分之三 五分之四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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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些農夫 小男孩 就一個頭像而已 好 好 欸又有裝備 可不可以讓我們體驗一下我們變強啊的感覺啊 對 我現在只有主角有啊 然後我們這個 小妹妹 書念學 目前沒有裝備 然後我們還可以再上陣 這邊還有其他角色到時候可以上陣 這邊 我們先完成那個現態的任務吧 好 扶命 要去做武器了是不是啊 找鐵匠布還做武器 斷練 鍛鍊 喔不是鍛鍊 注鍊嗎 要去挖礦還強化 強化 這個節奏玩起來就很慢喔 就很單機 你跟一般手遊玩起來一定是不一樣 可以啊 好有這個小boss 幹掉他 不利 我們行200滴血是怎樣 我裝備有加血喔 書念學可不可以秒掉他們 可以啊你看 我猜應該是我那個 裝備應該有加血 要挖六個刺銅框 怎麼樣這遊戲大家覺得怎麼樣啊 還不錯吧 手遊小遊戲啊 武俠遊戲耶 就 都蠻簡易的 檔案好像七八十NP而已啊 也是蠻小的 我們把這個任務做完吧 然後我們就回去 差不多了 玩15分鐘了 給他挖一下 有挖礦嘛 採藥槽嘛 然後還有那個伐母啊 都有一些資源 這個我猜應該是要那個啦 應該是要我們去 強化我們的裝備 好 可是這個行走不是 用點的 好 開始學會 鑄鑄鑄 我不知道是不是念鑄鑄鑄啊 然後我們就可以 強化我們的裝備 鑄 攻擊力24耶 好 我要自己按是不是 靠咧 失敗 我剛剛忘了按啊 按這個是不是 這個要移過來啊 可惡 我錯了 這邊又有那個 傢伙 我打聽一下 又要去破案 我們現在是補塊啊 我們去找那個吹圓碗 然後去西南方 吹斧尋物中 尋找吹山下路 OK 那剩下的有興趣就來吧 當然當然是你要有帳號啦 我們要這個 APP的帳號 但我覺得就是有點像那個煙魚江湖啊 如果你對這種遊戲有興趣 你可以去找那個煙魚江湖來玩 他還是格子 去探索 在地圖上這樣探索 也是玩法類似 有點像 也是長這樣 也是長這樣 那一款可能 襪子會更好啦 這種類型的玩法大概就那一款 比較有名 那一款我當初也是先玩陸服 後來台服有上這樣 我印象就叫煙魚江湖 你們可以搜搜看 OK好的 我是阿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贊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